好,我们开始了 我来说一下我的这个作业 可能这个Python能够干什么 其实我以前讲过好几期这个相应的公开课了 我觉得如果Python能够做什么 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以前我讲的公开课 这一次呢,我觉得我重点就是要介绍一下我的作业 其实呢,应该你如果报名 如果说不管报基础课 还是报我的这个强化班 甚至呢,你的也不一定是报我的Python的东西了 如果说你报我的入门课 我的网络入门课 或者说你报我的安全课程 那么我觉得就是现在我管辖的这些项目 基本上比较重要的就是我的作业 我会有全套的配套的作业 比如说像入门课 我也可以给入门课也说一说 入门课其实也就十天的课 一个月的时间 二十几份作业 周一到周五全部有作业 我觉得作业是比较能够体现学习质量的 所以作业会比较多 那么Python乔老板呢 基本上也是那么两个多月的时间 也是周一到周五 每一天都会有作业 那么一共有五十六份作业 而且这些作业呢都是这种精心设计的 那绝对不是说就是普普通通的给你设计一个作业 比如说我上课讲什么下来就做什么 那肯定不是 这个作业呢是精心设计过的 是专门为网工设计的 一会儿我会挑几个 挑十几个吧 那么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作业 给大家来展现一下 OK来看一下这些作业大概是能够做什么 这是今天我的主要任务 OK好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的 我觉得现在我的课吧 我管辖的所有的课 应该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系统 对学习情况的一个追踪 OK好 那么我们来可以可以来了解一下 特别是这一期的 这一期的我们的强好班 应该是第三期 这是第三期 那其实第三期呢是我的第四轮 因为我是从第零期开始的 我这个现在就是新一期呢 应该是第四期 现在这个呢给你们展现的是第三期 那么这一期呢 应该算是竞争最为激烈的 真是都杀书血来了 我觉得这一轮真的是杀书血来了 那么经过了接近三个月的时间 周一到周五 每天都交作业 每天都完成相应的每日任务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积分的差距 这是很少很少 而且我估计现在还有没有交完作业的 应该还在交作业 因为其实其实课程已经结束了 但是还在交作业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还会有变化 所以说现在到底谁是第第二 我估计还是有悬念的 而且每周呢还有一个周排行 如果说你不交作业会有扣分 这是一个比较竞争激烈的 如果说你不交作业是会有扣分的 然后基于分的状况可以有A 如果得A的话还有额外的加成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也感受过在线学习 那么就别说不做作业了 不做作业呢 我觉得你只是很轻松的躺在床上 偶尔的感兴趣的时候听一个视频 那我觉得你还不如去刷一点抖音 估计刷点B站可能还会有意义一些 对吧 不要骗你自己了 你不应该是 你没有学习 OK 你不要认为学习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 你偶尔躺在床上看看视频 这就可以算学习 你是在自己骗自己吗 对吧 至少应该有作业 而且有作业呢 我觉得你做起来也比较孤独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你最好有人跟你 以前的频数是怎么说的 吊着膀子学习吗 我觉得好像三天方了 还说这个 就说需要有人一起在竞争 每天督促着你 你不想学习也不行 你的分立马会被超过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一个 这么一个学习的氛围 OK 我也给你感受一下 我的这个入门课 下一轮呢 那个Python的这个系统 可能还要再做一些改进 因为这次入门课 是最新最新做的 那么比这个Python 那个系统呢 还要现在运行的Python系统呢 还有新一些 OK 有相应的个人数据 你看这个排行榜 基本上也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基本上就是几分之间 这个这个差距还稍微大一些 因为这个积分机制 跟Python的积分机制又有区别 这个这种积分机制容易拉开 差距一些 OK 而且呢 还有非常明确的这个个人数据 OK 还有很多的个人数据 这个小数点 我应该求一个小数点 这个我应该在后台改一个 这个小数点太多了 我应该去做一个小数点的控制 这就明显的小数点没有控制好 你可以看到你的详细的个人数据 你有相应的周榜 然后呢 还有整个的大榜 大榜信息 然后呢 还有你的个人数据 OK 有详细的相应的信息 你有详细的PK 而且我们老师呢 在后台也能够看到每一个学员的 在每个方向的排行和相应的数据 OK 我觉得有数据才能说明问题 对吧 就像我经常说 那么中国人教练老师打球的时候 就说你最近不积极 最近你应该努努力 对吧 其实 但是其实 这个怎么回事 应该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喂喂 刚才我觉得好像我断了一下 总是这么说一些虚头八脑的东西 但是美国 美国呢就不会这么说 像NBA 那就说你看 你的抢断数据 我觉得能不能够体现出来你的积极性 我觉得我大篮圈的我知道 就说首先 抢断数据 明显下降 蓝板 明显下降 对吧 我觉得蓝板跟抢断是明显能够体现出来你积极性的东西 看数据就可以了 咱们不要针对人 对吧 咱们数据说话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我能记录你们的所有的学习细节 你们看的每一次录像 你们完成了每一次任务 你们上交的每一份作业 你们的每一次的上课 OK 每一次的视频的加分 还有呢 周周的这个冠亚军的次数 详细的东西 你可以跟别人进行比较 可以跟别人去进行PK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OK 而且有一个扣分机制 如果说连续三天不叫做也是有扣分机制的 好 那么首先呢 我来介绍一下我这个系统 然后呢 我来介绍一下 我的精心设计的 专门为网工精心设计的 56份作业 新一轮应该有56份作业 那么 每一份作业其实都是 其实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 刚才小小应该上来说过 说你要去参加我这个学习的话 一定要通过的一个面试 其实这个面试呢 也比较简单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主要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一定要懂网络 你不懂网络 基本上你就不要再考虑来学我的东西了 因为 我给解释一下 Python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向 其实如果说你学过网络 其实有发现网络其实也有很多方向 比如说网络有速通 我现在都说速通了 不说2S了 速通方向 那么这是一个方向 安全方向 速中心方向 云方向 对吧 等等等等 各种方向 每个方向其实学的东西都很不一样 那么你要觉得网络的每个方向都学习很不一样的话 我告诉你 Python的每个方向会更不一样 OK 那比如说 Python有什么大数据呀 有网页开发呀 就算是自动化运练习 我觉得 Linux老师讲的自动化运维 跟我讲的 我作为一个网络老师讲的自动化运维 也肯定的是不一样的 OK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想学Linux的自动化运维 找我应该没有找太对 因为Linux老师讲自动化运维 你最好找一个Linux比较在行的人来讲自动化运维 我觉得他应该会比较靠谱一些 网络自动化运维呢 那你应该找一个网络比较在行的人来比较靠谱一些 这东西呢 跟Python靠谱靠谱都没有关系 你懂Python是一点都没有用的 简单的 我经常给别人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说过以前 我有一期讲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讲进化论 进化论呢 是天南地北的什么知识点呢 其实我都讲 但是有一期呢 我看到了一个 看到了一个Python的库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一个炒股的库 专门炒股 就是他可以给一个API 那么教你什么时候去买入 什么时候去买出 然后呢 他会帮你自动算那个K线 在什么时候的盈利的点 然后拿去抛货 这个之类的东西吧 他那个东西 我看着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呢 想搏一下眼球 其实我的进化论 很多还是想搏搏眼球 那我说 我去块链也讲了 对吧 那么比特币我也讲过 那我觉得 拍上炒股肯定很多人愿意听 那那个时候我就想去研究研究 后来发现 完全讲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我完全不懂股票的东西 我几乎从来不炒股 我完全看不懂任何线 什么纸我都听不大懂 所以说呢 由于我真的是完全不懂股票 所以说呢 你要让我去讲股票的 拍上这块 几乎是完全搞不定的 OK 所以说呢 他是应该这么说 拍上了我讲的 那叫自动化 拍上叫做一种工具 前提呢 你要对网络的知识 要非常的明白 非常的懂 OK然后呢 你再去学这个拍上的工具 来帮你自动化完成这些任务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你不懂网络 你就没有办法去讲网络的自动化 而且你必须比较懂网络 OK 那么要做Linux的自动化 那你也比较懂Linux的自动化这一块 然后呢才能讲Linux的拍上的自动化这一块 也不一定要IE 我觉得需要一个 怎么说呢 你要比如说你是做运维的 首先你对运维这事 你要有一定的了解 那比如说那 比如说你是平时监控的一些设备 OK 监控完监控设备 你监控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值 那么比如说CPU利用率高过多少 要怎么办 那么你应该说你要去发邮件通知呢 还是要做一些后续的处理 首先你必须要知道 对 你至少要知道怎么配 怎么配是要的 就说咱们不聊Python 就是所谓的自动化 因为你必须本来就特别懂运维 就说你要了解网络设备的工作员 你要了解哪些参数需要去监控 你要了解每一个参数 到了什么值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OK 如果说你有A方案 然后A方案如果不行 B方案应该怎么样 首先你得非常明白 你应该怎么办 然后呢 Python就会帮你做 Python最近我的说法是 我不夸张的说 Python现在已经有多强大了 这么说吧 只要你能做的 前提你必须能做 你必须会做 咱们不用Python 就不用Python 前提你必须能做 你必须会做 比如说你就能够知道 他要到一个设备上去 怎么去看CPU利用率 你就必须得知道 SNMP的哪个OID 能够查询这个设备的CPU利用率 OK 然后呢 你还必须知道这个利用率高了 你应该怎么办 前提 你必须全部都知道怎么办 请注意 你必须全部都知道怎么办 OK 或者说这个链路出现故障 你知道你应该登到哪个设备上去 敲个什么样的命令 全部你都必须要知道 理解 必须 但是你只要知道了 你能够会干了 你能够说出来 就是我要先出现什么问题干什么 这种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用Python干 所有的 你知道 你应该说 你能在电脑上操作吧 你能够知道怎么办的 而且你也能够说得清楚 应该怎么办的事 不限于网络相关 所有的Python都能干 就这么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 Python现在就这么了 只要你能干 你也知道怎么干 你能说清楚怎么干 Python就能干 就这么了 这就叫Python OK 这就叫Python自动化 可以见吗 但是呢 它有个问题是 你不知道怎么干的 它肯定不知道怎么干 你说不清楚的 你凭感觉的 它也肯定不知道怎么干 你先了解一下这个脸 好 咱们不多说 我们这一次公开课呢 重点要介绍一下 重点要介绍 介绍一下我的56分作业 大概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我是说 我总是在说 作业很重要 作业很重要 很多人不知道 我这个作业是什么 我来介绍一下 我的这个课程里面的作业 OK 我再说一下 为什么我非常推崇作业 其实我也是从 从不懂Python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 我讲网络差不多 都在17年 17年左右的时间 我一直在讲网络 差不多在五年前 我开始进入Python这个领域 然后呢 差不多在四年前 就开始在讲课 那么一直积累到现在 应该讲Python 应该都讲了三年多了 三四年的时间 OK 那么主要是网络 然后呢 应该是最近几年 我一直在讲Python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最大的困难就是说 如果说从一个网络 转到一个Python 最重要的就是 需要大量的练习 我觉得 Python就是语言 语言如果说你了解 就是英语吧 咱们就聊 咱们我觉得大家肯定 可以清楚的 就是英语 那么英语 大家应该知道 老师那确实也挺重要的 给你讲英语的语法 讲英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知识点 但是他讲了 其实如果说你就只是听他的课的话 如果说你不做阅读练习 你不做听力练习 你自己可以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 甚至说呢 你就算你明白了 那么你有几个月 在一个非英语的环境下 不做任何英语的练习 你也能够知道 那么这几个月之后 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那么Python语言跟英语 我觉得在学习上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那么的会一事 就是你说你说英语有难 你说英语有多难吗 其实真没有多难 你说英语能有多难 一个语言 对吧 英国人美国人天天都说了东西 你说他能有多难 没有多难 Python也是 你说他有多难吗 他后生最简单的 对吧 你说有多难 真不难 但是呢 如果说你不做练习 就跟英语的效果是一样一样的 OK 所以你需要大量的作业来 去对你的知识进行巩固 需要反复的练习 才能掌握这一门能力 才能够把这个技术给使用起来 所以说作业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可以解释吗 所以说我再次说一下 作业的重要性 所以呢 应该说这个56份作业 我差不多设计了 接近两年的时间 不断的在改我这个作业 让他能够更加贴近工作 更加有意义 也更加有趣味 我觉得学Python也是一个要抱着一个玩的心态 那你要去用Python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事 有了Python你才敢说自己是一个极客 我觉得 好 我们下面来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下 好 首先呢 我来介绍一下我的这个第四期的课程 我说过其实呢 我是从第零期开始的 也就是说第五期那是第四期那是第五 第五轮了 OK 那么应该说这个强货班应该都 差不多两年 接近两年的时间了 OK 那么这些作业呢也是在这个时间以来不断的被积累出来的 不断的被调整和修正 好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下个月初七月四号 那么开始的这个全新的一轮 那么里面也可以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 可以报名一个基础课 OK 那么你也可以去报一个完整的课程 基础课呢只有三个周末 三个周末 但是有16 16份作业 基础课是三个周末 三周 虽然说上课只是三个整天的课程 可能三个整天都不一定讲得完 可能会有三个整天加一个半天的时间来讲基础课 那么 整个时间横跨三个周 那么有16份作业需要做 这个作业是比较多的 我的作业才是整个 应该说呢 作业才是整个课程的精华 你要注意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我的作业 好 基础课讲完之后呢 我们会讲这个经典协议 就是经典协议 就会讲各种网络协议的实现 我再解释一下 很多人说 你讲Python经典协议 这个 这个有人说 我知道啊 你讲TCPIP 你讲过各种各样的协议 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在讲TCPIP呢 不是 我给你解释一下 TCPIP如果说你真的想了解协议工作原理 你就千万不要听这个东西 你就老老实实去听我的2017版的TCPIP协议 我认为那个都是我很 我自己都很难超越我自己的一个东西 我这个协议什么呢 就是Python的各种协议实现 这个协议呢 应该会带一嘴 会说一嘴这个协议 但是基本上也就是说一嘴 做一个过场 介绍一下这个协议 但是你要指望我能够认真去讲 这个协议是科学的 你要学协议自己去听一下我的TCPIP 那么主要是这些协议的实现 协议战 什么叫协议战 我不讲什么协议战 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协议 比如说我会讲 Telet SSH 讲它干嘛呢 讲它 我们的网络设备 像上一期进化论 上周末的进化论 那么我就会告诉你用Python 怎么能够通过Telet和SSH 登录到我们的网络设备 上去查看相应的 相应的结果和配置相应的东西 这就是Telet和SSH 比如说呢 我会讲SNMP 那么我就会讲Python 如何通过SNMP 去扒取这个网络设备的CPU利用率 内存利用率 接口带宽 或者说 或者说VP的并发数都可以 OK 会讲Let Me Call 也会讲Python 其实都会讲 主要是讲怎么来使用它 工具其实也没有太麻烦 比如说Python Net Me Call 都会讲 好 比如说我会讲Syslog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会写一个Syslog的服务器 来接收录务器的日志 然后呢 如果说出现什么样的日志 我们可以做后续的Telet的操作 等等等等 比如说我们会讲SMTP 那么这是发邮件用的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 我们如果说出现了什么样的内存利用率过高 或者温度过高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发邮件出去来通知我们的管理员 比如说我会讲Poper3 我们会去收取相应的邮件 OK 比如说我们的内部系统 如果说你的密码需要重置 其实你是发邮件 到一个邮件账户 那个邮件账户后面 是一个周期性接收邮件的一个 Python的脚本 它会收取你的邮件 并且自动帮你重置 重置你的账号 然后再用SMTP 给你发一封信 OK 甚至我们的QQ机器人 那么其实也是用Python写的 你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实也不用找人来做 OK 你们可以由Python来帮你来做 你千万不要认为 研发程度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我叫自动化 我什么都不研发 请注意我不做 其实我不做任何的研发的东西 我只是做自动化 我会给你讲各种模块的使用 完全不涉及到研发 各种模块的使用 怎么发邮件 怎么使用FTP 怎么使用Telet等等 就是这个经典协议 就是给你讲各种协议的 Python的实现 我用 全部用已有的模块 OK 就是把它们使用起来 这是一个经典协议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网页开发 我们会介绍Jungle 是这么回事 如果说你想做自动化只是自个用 或者说由Linux或者Windows调度 自动执行的话 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学一个网页开发 但是如果说你想做一个更加通用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的内部系统的话 这个内部系统是我一条代码 一条代码给写出来的 我不仅写了入门课的 写了Python的 写了安全的 写了无线的 写了我VIP的 写了我的商务系统 而且还有配套的所有的老师系统 全部是我自己写的 OK 当然了 如果说你想写一个系统 能够更加通用 能够让大家都用起来的话 我觉得Jungle 你还是确实是需要了解一下的 能够为你的脚本和你的数据 去做一个前端的可视化的呈现 OK 好 这个如果说你觉得有这个必要的话 那还是需要学的 所以说这个Jungle是做网页开发 做前端的呈现的 但你不要指望 这个说特别的 怎么说呢 其实有一个直接方向是 网页开发 OK 但是我这个课呢 主要是能够快速的 让你能够开发一个 类似于内部系统的 这么一个 学员网页系统 或者说网管系统 这是这种一个目标 好 那么继续 第四个方向 是 这个强化Barrier Devlet 语言HTTP 那么思科其实有个Devlet的方向 那么这个部分呢 首先我给你解释一下 语言HTTP协议 在经典协议里面呢 其实我不讲HTTP 因为HTTP太过复杂 也太过重要 所以说呢 我单独把HTTP协议 放到了这个Devlet的 这个强化BarDevlet里面去 会花一天多的时间 应该差不多两天的时间 来讲HTTP的东西 包含发起HTTP的请求 和通过HTTP来做一些爬虫 那么我应该都会来讲 为什么HTTP这么重要呢 因为所谓的网络的自动化 新的所谓的那些API 那基本上啊 都是通过HTTP来进行调用的 所以说网络自动化 现在的新款的网络自动化 老时代的自动化 老时代的话 那可能就是Telet SSH的东西 新时代的 走向新时代的话 那么应该是用API的话 基本上都是HTTP的这么一个请求 来调用API来操纵设备 所以呢在这个Devlet里面呢 我们会讲比较主流的几种经典的 这个API的协议 那比如说我们会讲REST API 我们会讲 Let's Conf和REST Conf这些协议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 Python如何来铸造这些请求 来对我们的网络设备 进行一些自动化的操作 这是第四个部分 第五个部分呢 会讲一些经典的 开源的一些自动化运位的工具 那么当然有鼎鼎大名的Ansible 我给你讲如何用Ansible 来对网络设备做自动化配置 OK 用Zabix来对网络设备进行监控 E2K呢 对日志进行监控 然后最后第六部分呢 我们会做一个自动化运位的系统 我会给你一个场景 一个环境 也会给你代码 你可以在我的内部环境呢 来开发一个自动化运位的 网络设备监控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就用API来对各种网络设备来进行操作 可以见吗 好 那么这就是我的六门课程 那么下面呢 我就来举点有意思的这些作业 一共56份 我挑几个比较有意思的 来给大家来进行介绍 比如说我们来讲讲基础课的一些作业 你会发现我这个作业呢 如果跟其他老师的作业是特别特别的不一样的 我的每一个作业呢 都希望有一点实际的意义 就算在基础课的时候 我的举的例子 也希望更加偏向于死散一些 更加有用一些 更加偏向于网工一些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基础课 基础课当我们在讲字符串处理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就拿一个什么样的字符串给你呢 我就会拿一个ASA的状态化表象 这是一个防火墙的状态化信息 你可以通过防火墙 你可以通过斯克的ASA 修CNN 直接可以看到防火墙的所有的状态化信息 比如说这是原地址 原端口 目的地址 目的端口 然后呢 会有相应的这些 Lamif的名字 还有IDOL时间 还有字结束 那么这是正常的一个防火墙的一个 查看它的状态化信息的这么一个表象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基础课 在学到 学到字符串 学到正折表达室 正折表达室的时候呢 我就要求你来对这个 这个字符串 用正折表达室来分析 让它能够分析成为 按照我这个格式的字典 让你有效分析 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你去通过SSH吧 但是如果没有API 那老设备没有API 只有SSH SSH SSH上去 那么就可以去 秀一些相应的东西 然后呢 分析相应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呢 你就可以 这是一个实际的案例 但是这个比较简单 这是只是一行的字符串 让你来分析 这是实际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有个哥们说 他就想通过修 ASA的connection 来看一下 他的网络里面 有没有DOS攻击 来看一下 到底哪些 客户 哪些语言IP地址 他发起的连接会比较多 他可以分析到底有没有DOS攻击存在 可以看一下吗 这是一个 当然了 我们的作业呢 当然没有讲得这么复杂 因为才是基础课 应该是差不多是在第六天 你的基础课的第六天 就会有这个作业 就是对一个字符串 来进行正值表示的分析 来分析出来 关键的原IP地址 目的IP地址 原端口目的端口 这些信息 OK 好 然后同样是这一天 还有一个作业呢 就是 比如说你在项目当中 你去查看 你的那些设备的接口 那么接口呢 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一些交往机 很多很多的接口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基本的需求 这也是源自于一个学员 在实际工作当中 给我提的一个需求 他说呢 这些接口会很乱 他扒出来的接口会很乱 他希望对这个接口 进行有效的排序 你可以看一下啊 一杠 连这个号都是一个 现场学员给的 我的一个序号 OK 他说就是这么乱 那那比如说 你看一 你看一杠二十三 你看这是一杠七 你看这是二杠四十六 这是一杠十八 你看 OK 这是一杠四十五 这是二杠八 他说呢 他希望能够对这个东西 进行排序 就是从小到大的那个 接口来有效的排序 OK 那么这就是一个实际 在工作中用到的一个事 那么好 那么这就是你第六天 又会接到一个任务 这是一个列表 把列表这个支付串 进行有效排序 这也是一份作业 OK 那么这个作业呢 我不仅会邀由你做 而且呢 我会为每一次作业录录像 我会有对应的每次录像 就是我不仅上课 而且专门为作业录像 而且我还会在 比如说今天出的作业 我两天之后会给你挑出 一个A作业 让你看看 可以让你参考一下 OK 我还会为这个作业 专门录一次录像 OK 所以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我上课 可能比如说一个小时 可能有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上课 然后还有半个小时的 这个作业录像 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比例 就是作业还是很多很多的 专门为每一个作业 专门做录像 OK 每一份作业都会被批改 而且还会有A作业参考 OK 那么这是第六天的作业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些都是很具实用性的 好 然后紧接着它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脚本 就是说 比如说这是第八天的作业 基础课的第八天 那么比如说你在项目当中 你要对Linux的某一个端口 进行监控 你要去 比如说你有时候 经常要到Linux上面去看 然后某一个服务的端口号 比如说TCB80有没有开放 如果开放 可能就没有问题 如果不开放的话 就会 那就这样子出了问题 那这个时候 可能你可以让Python在后续 发邮件 发警告 或者Python上来 松起服务都可以 那好 基础课 第八天 那不可能太复杂 第八天 就是说 我们不断地去查看 那么这个 这个Linux 这个TULMP的输出结果 然后呢 我让你找这个 80端口有没有被打开 OK 有没有被打开 然后如果说被打开 或者没有被打开 那么后续呢 就可以做额外的操作 这可以 这种Python这个技术呢 不断地来帮你增听 那么某一个端口 有没有被打开 你想想 那么应该是 前天 前天 我才做了一期 小小的一个录像 就是用Python去 去发HTTP请求 来探测 一个HTTP的服务器 是不是可达 如果说不可达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Python就可以去修改 2008的DNS的A记录 让他去重新去切一个新的A记录上去 如果说呢 他发现 你的HTTP请求是 OK 没有问题 你好了 那么他就会把原来的A记录 给恢复回来 把他新添加的A记录 给删掉 他就会不断地帮你来增听 任何服务 都没有问题 HTTP的 像这些 FTP 什么都 这期都完全无所谓 他可以不断地增听 一直帮你增听 那么来帮你处理 按理说 如果说人可不可以增听 还在这句话 你看 人可不可以去增听 你没事 一分钟 开一次网页 看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有问题了呢 我这个出问题了 然后呢 人可不可以 说 那么我们就去把这个DNS记录 给修改一下 可以吧 人当然可以了 我说过 Python只能做 你能做的事情 比如说 你就可以做 一分钟 去刷一次网页 对吧 然后呢 发现 你不可达了 然后呢 你可不可以去做 把这个DNS给改了 好 然后呢 你又再说 发现它好了 你可不可以去做 把它又加回来 可以吧 前提就是说 你必须都会做 理解我意思吗 你必须都会做 你必须 我知道 我平时是监控的 我也知道 这个出了问题 我应该怎么加 你都会做 而且你也说得清楚 怎么做 比如说 那我知道 这是好的 就没问题 如果它不好 我就把它删掉 添另外一个 然后它好了 我也把它删的干掉 添加回来 你看 这就叫做 只要你能够 只要你能做 而且你也知道 怎么做的东西 都可以由Python来做 可以解释吗 但是呢 你不会做的 你也 你不知道怎么做的东西 你就别只能Python了 至少我想Python是实现不了的 它没有这么高 没有什么 超过人类的智能 OK 如果超过人类智能 好像也不是我能做出来的东西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天 第十天呢 其实Python的自动化 什么样自动化 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步 很多步 比如说我给你解释一下 如果说你们报名 那么我们的商务 在他们的内部系统里面 添加了你的账号的时候呢 它会去到 我们公司的商务系统上面去 由Python 去到商务系统来查 你有没有交费 它会去到我的Python 到我的内部的域上面去 添加你的账号 它会去到我们公司的这个 这个为我们提供加密的那个网站 去给你创建一个账号 Python 它还会帮你把你把创建的账号 这些所有的信息通过邮件 再发给你 这全套工作都是由Python来做的 你说这东西可不可以人来做 当然可以 那么我就会让商务说 你看你加了你自己确认一下 这个有没有交费 你去给他们创建账号 你去给他们创建那个加密账号 你去给他们发邮件 是不是人都可以做 没问题 但是 首先啊 人没有这个精力去做 如果人太多的话 他没有这个精力去做 而且人就是不靠谱 人他太不靠谱了 对吧 你说我让他去查你的合同 我去让他去查你有没有交费 人吧 他就会懒 人就会觉得 哎呀 查什么查嘛 差不多就得了 是吧 这么较劲干嘛 人不就这么回事吗 是吧 所以说呢 人就不靠谱 而且人又要吃饭 又要睡觉 还要累 还要娱乐活动 还要找女朋友 你说这事 你说太麻烦了 对吧 我们搞一个自重化 他又不吃饭 又不睡觉 又没有情绪 又不找女朋友 他也不拉工资 他天天给你干 你说老板爱不爱 对吧 这玩就要自重化 这叫Python自动化 跟你讲 好 那么 你看这个自动化 就是有很多步骤 我们在Python第十天 就会做第一次多步骤的任务 就是说 我会让你用一个 一个PIN的模块 来去信这个设备 是不是可答 如果不可答 就算了 如果它可答 那么你就应该通过SSH 登上去来确认 这个设备上的接口的 各种各样的状态 和IP地址 这是两步 第一步成功 做第二步 第一步不成功 就算了 这是多步的 多步的这个操作 这是Python第十天就会有 好 第十二天 我们会自己去封装一个 SSH的函数 当然了 你也可以用一些 已有的 来的Miko 这些这些模块 当然了 我们基础课呢 主要是练习 你如何把 已知的东西 来做一些封装 比如说你自己去封装一个这种Python的函数 只要让客户传IP地址用户密码 还有他执行的一系列的命令 再传是否有一个密码 他就能自动帮你把配置给 配完 你可以自己尝试 去封装一个 SSH的函数 OK 好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Python技术课 还有第十六天 好 我们来看第十六天 这第十六天呢 绝对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 那么 有些 有些我们的网络的这些运维 有一个最基本的任务 就是周期性的到网络设备上去采集各种各样的信息 然后保存起来 那么比如说一个最基本的任务 就周期性的到网络设备上去采集各种各样的配置 配置 OK 然后把它存起来 那么这个Python的第十六天 也就是说Python的基础课的第十六天 Python基础课的最后一份作业 就要求你去做 说 那么 如果说我去扒配置 如果配置不相同 那么我就把它存起来 如果配置是相同的 那好 我就算了 因为以前应该我备份过 如果说不相同 我就保存 如果相同 就把它 就算了 不相同就保存起来 OK 就不断的让Python不断的去扒配置 不断的去比较 不断的去比较 这个新的配置跟老的配置 是不是一样 如果不一样就保存 如果一样就算了 OK 当然完全可以 如果说后面学了经典协议之后 那么完全可以实现 如果说这个 不一样 那么Python被改过 那么立马可以给管理员一个邮件 立马告诉管理员 说你要注意啊 这个Python是不是被改过 你是不是知道这个回事情 可以解释吗 好 这是第十六天的作业 你看 Python基础课 那么到了第十六份作业 就基本上已经能够实现一个有一定意义的东西了 OK 就能够实现有一定意义的东西了 你看基本上还是有意义的 这是能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 基本上我的每一个作业都是希望能够让你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 OK 好 这是基础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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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